這些湯要記得經常熬來喝 特別想高高人士 一定要記得收藏 今天介紹這個就是小朋友 想高高、手猛猛 還有不肯吃飯 吃了之後好像不吸收 這個湯料裡面一定要有 這個漂亮的鐵皮石盒 跟著羊肚菌、淮山、磁石、椰棗、 雲苓、蓮子 還有雞蔥蓉幾顆 這些大人、小孩也很適合 特別現在春季 萬物增長的時候 當然是這個時候 小朋友煲湯也是這個時候很適合 好 其實我們煮了 想高高當然是來分開這些漂亮的材料 好 所有材料放進去煮 好 跟著放些瘦肉 飛了水的豬腱也可以 瘦肉也可以 小朋友就對的了 羊肚菌和雞蔥蓉 好 我們大火先煮滾 中火煮一個小時 OK 湯就煮好了 加了少許鹽下去就可以喝 肯定是拿給孫仔 這些想高高湯 小朋友也適合 阿敏 弄碗給你喝 來 是的 今天煮了這個石盒 小朋友的湯 大人也適合 這些湯 記得整天煮來喝 特別 想高高人士 一定要記得收藏 酸也有得喝 自己也有得喝 重要的是你也有得喝 湯的口感很棒 很香的羊肚菌味 重點這些湯夠清 喝完之後 整個人舒服 記得收藏 給點贊分謝 謝謝